让我们关心这里的新闻 关心这里的资讯 那么首先在天气方面今天早上会有浓雾 那么可以来说整天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风和日丽的天气 气温在华氏60到80度之间 那么在明天星期六将会有一个冷风过境 届时星期六的气温会降到华氏50到60度之间 而星期六晚间将会有这个冷风助境的时候 还会带进雷阵雨 在休斯顿普遍地区将会得到1到2英寸的雨量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则新闻 那么28岁的Pablo Patino 他两天前在Spring Texas 他前妻的房子内纵火 纵火之后当妻子出来质问他的时候 他用他自己的车子意图将妻子撞死 结果呢后来叫了警察来之后呢 他又将自己锁在原来他纵火的房屋内 结果后来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呢 他才被Harris County的警方逮捕 现在他已经以杀人未遂罪起诉 好那么来自ABC13台的消息 他们有一项调查显示 休斯顿收理垃圾的Solid Waste 他们的工作人员现在苦于因为人手不够极其短缺的情况之下 几乎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必须加班 那么作为管理阶层Supervisor的工作人员呢 他们不但一同到街道去收拾这个丢弃的废物 而且呢他们的家并没有额外的加班费 反倒是一般的普通员工 他们的加班费呢倒是有的 在去年休斯顿市政府就为了因为加班费的关系 为了400多名员工耗资了700多万美金 那么现在Solid Waste 他们在寻找至少有80名的空缺位置 将希望能够被补足 而他们说由于流动性很大 几乎每年都有一百人会离职 也就因此呢几乎总是人手不够 那么到底收垃圾 或是我们讲他们叫Syroll Operation的工作人员 他们收入多少呢 如果加上他们的加班费用的话 一年的年薪是8万到10万美金 那么他们的管理阶层呢 如果没有加上任何特别的加班费的话 一年的年薪是6万美金 好再来看一下 这是UT Austin他们的篮球教练 叫Chris Beard 因为在上个月呢 在Austin以家暴的关系被逮捕并且起诉 那么在日前UT Austin表示 他们将会把这个Chris Beard叫头给辞去 Chris Beard才刚刚加入UT Austin不久 他才签了一个七年的教练合约 那么过去这刚刚打完的这个篮球季节呢 他是应该是第二年他的合约 对Chris Beard来讲的是一个非常很可惜的一个结果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有关在德州的房租危机 那么德州越来越多人面临他们无法跟着房租上涨的步调 虽然州法限制房产估值每年账幅不得超过10% 但是在德州要租房子却没有类似的规定 以Austin来说 2022年11月的租金年增为45.4% 也就是表示如果您在Austin有这个房产可以拿来出租的话 那么前景是光明的 但是却造成越来越多中产阶级的这些租客呢 他们只好选择搬家 学者解释 限制房产估值涨幅在选民眼中是结税优惠 但是限制租金账幅会被当成断人财路 因此政客们当然不想跟选票过不去 Austin德州大学的学者 Jake Wakeman接受KXAN 应该是Austin当地的电视台访问的时候 解答了许多观众对租金执掌的疑问 他说Austin限制租金涨幅的Rent Control 有两个难行之处 第一个是如果只限低收入户的租金不能涨价 房东根本拒绝任何低收入 二是如果全面限制租金涨价 地产开发商就会失去投资意愿 导致新城屋大量减少 那么他还说 例如明尼苏达州的St.Paul 在去年2021年通过了限制租金账幅规定三个月之后 新建许可申请量一下子掉了80% 最后市议会被迫修法 未来20年的新城屋不受租金涨价的限制 但是房租管制的确有它的好处 以加州旧金山为例 房客居住时间平均就会更久了 至于房租危机是否有解决的方法呢 那么UT Austin的学者Michelle Dickinson说 立法难度很高 因为政治与商业利益的阻力太强 唯一的办法是新建合宜住宅 也就是Affordable Housing 但是合宜住宅一出往往引发许多负面情绪 附近的民众都不希望居住在Affordable Housing的旁边 因为通常那都是犯罪率上升等等坏事增加的地区 但是大家的认知应该要改变 可以负担的房租不代表免费住宅 他们都是正正当当的中产阶级 只是负担不起越来越高的房租而已 那么相信这一个评估呢 主要是以UT Austin 以Austin的这个城市来做一个衡量 不晓得在德州 像是在休斯顿 San Antonio 以及Dallas等等 他们的房租 有向Austin附近的房租 一下涨了45%吗 好 另外呢 德州州议会下届的会期开议期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是已经有一名共和党籍议员提出议案 要求禁止公立大学 把经费花在这个Texas Tribune 就是德州论坛报 民主党人则表示 这是掌权者进一步巩固自己势力 压抑反对声浪的作风 而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德州论坛报 也就是Texas Tribune 是创于2009年 这间非盈利的机构总部设在Austin 它自称是美国州级政治府会报导的最大机构 那么经常爆料 让贪欲腐败的官员出丑 该报成立至今 从德州大学专院校获得了575万元的经费 那么这些高等学府经常在报上刊登招生 聘教职员的广告 并且邀请该报主办论坛活动 但是主讲者经常批评保守派的德州领导人 那么也被贴上标签 德州论坛报是属于民主党的措施 是属于极左派的一个观念 那么总之 现在共和党议员表示说 应该不要让大学把经费 花在德州论坛报上面 现在已经引起了民主党或是左派人士的 极大反对声浪 他们说呢 现在民众不希望只听到对掌权者的赞美 显示德州越来越倾向于独裁的治理模式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边祝福您 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和weekend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